大家好 我是小明 又到了这个每周 360 的时段 这一期的这个重点新闻有一点多哦 你们准备好了吗? 第一则新闻 这个是本地车谈的一个大新闻啊 那就是 Perodua D55L 正式开放一定 而且这一回原厂还顺便发布了一些细节 但是这一款车在我国会被有三种车型 预计价格由 RM62500 至 RM73400 之间 那基本上这一款车我觉得它出来又是一个Game Changer 这一个价钱你可以拿到全系的LED 头灯 而且高阶板还甚至拥有这个自动远近光灯的功能 而且还全系标配了这个 ASA 3.0 还多了这个车道便宜警示的功能 至于这个顶级的 AV 车型更加的够力 它甚至还拥有车道维持辅助 车车盲点侦测 后方横向来车警示 以及主动式定速巡航等等的功能 在内装部分它也是有这个 Digital Meter 也就是数码仪表 以及9寸的悬浮式主机 在配备方面简直是可以用逆天来形容 而且还有 1.0L 的 Turbo 加上 DNGA 平台 我觉得很像啊 我觉得这辆车无论是在配备还有定价方面都做到很聪明 完完全全是抓住了大马人的心 而且它的这个 Price Range 有完美 Slot 进了本地市场其中一个空窗期啦 在这一方面我真的觉得 Prodra 厉害 想要知道更多关于这台国产 SUV 的详细资料 大家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第二则新闻 另外一个国产品牌 Proton 一口气发布了 4 款限量版的车型 分别是 Saga R3 Iris R3 Persona Black Edition 以及 Exora Black Edition 在配色方面都是以黑色为主啦 而 R3 的版本则多了黄色的点缀 所以有些人就讲像 Angry Bird 也有些人讲像 Maybank 可是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我会贴上这个 Fake Paxi 的贴纸 你懂的 那基本上这四款特别车型啊 都是世杰系的升级 在动力还有配备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重大的改进 其中这个 R3 版本呢 它就多了一些限量版的名牌 还有这个特别的贴纸设计 有一些特别的元素在里面啦 然后那一桩四版也是有一些更加精致的改进 至于这个 Black Edition 就更加简单了 它只是在一些四条上换上这个雾银金的设计 整体看起来是比较有质感了一点 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车款呢 都是限量推出的特别版 想要知道它们有什么不同的话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贴点 让我们的 Proton 专家 Ivan 为大家解释它们的特别之处 第三支新闻 Honda HRV 终于正式大改款了 那在上个星期 Honda 就正式发表了这个日规的新一代 Vazel 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HRV 这款新车 基本上也是基于这个 Honda Jazz 的平台打造而成 所以在动力配置方面 也是和这个新一代的 Jazz 的类似 除了入门车型是采用这个 1.5L 的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 搭配 CVT 变速箱以外 其余的车型也都是使用这个 EHEV 也就是 IMD 动力系统 虽然马力方面只有109PS 但是在风车纳轮方面 是高达 253Nm 而这个动力组合 也是和我国即将来临的 Honda City RS 是一样的 除了在动力方面 和上一代的 HRV 有所不同以外 新一代的 Vazel 在外形还有内装方面 也是不一样的感觉 这个外形 它这一回就采用了6倍式的设计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 Body Shape 在比较运动化之余 它还有点复古的感觉 而且这一回行车还多了 这个卡其绿的颜色 我个人觉得是蛮年轻化 也很 fancy 很时尚的感觉啦 不过比较特别的是 这一回新一代的 Vazel 也就是 HRV 啦 它的这个车头造型 就很不 Honda 的感觉 大家觉得 这个前脸造型如何呢 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它的这个车尾造型 我就觉得整个是很酷的感觉 尤其是那个白色的 LED 围灯 同样很酷的 还有这台车的内装 它的整个 Dashboard 很简洁 然后中间有这个 9寸的悬浮式屏幕主机 和 CD-RX 一样的半液晶仪表盘 以及它的空调面板 不过我觉得最酷的还是 它的很复古造型的空调出风口 而且它还有全景片窗 那这个日规版的新一代 Vazel 还有多了一个被称为 Play 的车型 这个车型呢 它的内装方面 它的座椅是采用多种配色组成 整体看起来是更加的 funky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一个新一代的 HR-V 是如何呢 我本身是觉得我可以接受 这样非常日系的一个设计啦 我觉得这样子很新潮 而且它的这个内装看起来很宽阔 加上又延续用了这个 Magic Seed 的设计 所以我相信估计这款车来到我国的话 要大卖 要大受欢迎应该不难啦 第四则新闻 我们来讲一讲 韩国车 那 Kia Serato 这一台车呢 其实已经一直有消息讲要来我国 要来我国 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确定的消息 不过不久前 Kia 的经销商居然放出了这一款车 现成我国的照片 而且 还是养蜗牛的 GT 版哦 这个 Serato GT 呢 它采用的是1.6L 的 TGDI 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版力表现为204PS 风车牛率则高达265Nm 并匹配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其实这个动力组合呢 在这个上一代的 Serato 身上就出现了 不过是双门的 coupe 车型 而我国的这个 Hyundai Elantra Turbo 也是同样使用这个动力组合 我就曾经试驾过这个 Elantra Turbo 我对于这个动力组合它的表现其实是相当满意的 所以如果我国的这个 Serato 会有 GT 版本的话 其实我个人是绝对非常的支持的 因为我觉得这台韩系的 C Segment 轿车 如果只是使用 NA 的话 基本上它并没有什么卖点 没有什么吸引力 不知道你觉得如何呢 第五则新闻 BMW 3 Series 长轴距版本 登陆太过 那其实这个BMW 3 Series 在我国 算是 阿古苏大本家家的其中一个热门选项啦 只不过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 它的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方面 就稍微比较窄了一点 如果是要再双轻的话 可能就比较辛苦一点啦 而我们的邻国 Thailand 泰国 Carp 在不久前就发表了这个 长轴距版本的 330 Li 它的车型代号呢 也从原本的 G20 变成了 G28 那这个长轴版呢 比普通版本 在长度方面是足足多了 110mm 那么多 当然多数的这个部分 全部都贡献给这个 后座的空间表现了 所以这款车它的这个 腿部空间表现绝对是非常够用的 而且它的这个后座座椅方面呢 也比较舒服 而且这个长轴版本呢 它的这个头枕还是和 7 Series 一样的一个软头枕 我相信后座买家 应该会比较喜欢这个版本 泰龟的长轴版三系列呢 只备有单一车型 就是这个 330 Li 了 在引擎方面呢 它使用的是这个 2.0L 的 Twin Power 涡轮遮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为 258 HP 风车牛率则是400M 并搭配巴速的 ZF 自排变速箱 那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车其实是在我国 组装然后出口是泰国的 所以如果说 BMW Malaysia 在我国 推出这个 330 Li 的话 也不会奇怪啦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是希望这个 330 Li 如果真的来到我国的话 那这个标准版的 330i 可以不要停止办办 因为其实我还在努力存钱 要买这个普通版的 330i 了 最后一个新闻 是一个性能篇 而且有分成好消息和坏消息 那我就先讲这个好消息好了 首先就是这个 992 世代的 Porsche 911 GT3 正式发表 那这个其实已经是第七代的 911 GT3 了 也拥有很多的改进 首先就是在外形方面 它是导入了这个 992 世代的 911 的所有元素 非常的帅 尤其是那个车尾设计 我真的觉得是太酷了 那这个 GT3 呢 它也导入了大量 Porsche Motorsport 从它的这个赛事活动中的赛车 所吸取的这个经验啊 包括导入了大量的这个空气动力学的设计 能够提升更多的这个下压力之余呢 还维持一定的这个 这个车身的这个风阻系数哦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身形 虽然想比起上一代车型是增大了不少 但是Porsche还是成功维持了它的这个车重 和上一代的车型一样 这个新一代的911 GT3 的车重 依旧维持在1418公斤的这个重量 不过它是好消息的原因还是因为 是一款公路版的赛车 它成功保留了4.0L 的6缸水平对卧 自然进气引擎 并没有像这个排费标准低头 而且它的这个最大马力方面呢 有510PS 重点是它可以拉高转到9000转 哇光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亢奋了 而且除了这个 PDK 双离合以外 Porsche也为这个新一代的911 GT3 提供了热血的六速手拍变速箱 0-100的加速只需要3.4秒 这年头还能听到这样的spec 能不兴奋吗 那接下来这个坏消息 就有点set了 新一代的 Mercedes-AMG C63 确认将会使用2.0L 的四缸涡轮增加引擎 那原因不用说自然就是因为 这个排放法规的关系了 从以前的6.2L V8 NA 到后来现在的这个4.0L V8 双涡轮增加引擎 接下来还要换成这个2.0L 的4缸涡轮增加引擎 不止没有了V8 没有了NA 现在还要连6缸都没有 只剩下这个4缸 哇啦! 不过唯一可以安慰的是 虽然说只是这个4缸的2.0L 但是这一具 原自A45S身上的那一具 手工打造的2.0L 涡轮增加引擎呢 在这个新一代的 C63 身上 将会导入这个电动马达的配置 在多了这个电动马达的加持之后呢 预计它的这个最大马力 还是可以轻松的超过500P的大关 性能方面是没有问题啦 但是少了这个 V8 估计 现在的这个 4.0 V8 身上的 那一个啪啪啪的月儿子浪 就这样成为倔强了咯 那看起来哦 现行的这个 C43 还有这个 C63 似乎很值得收藏哦 好啦! 那以上就是这一期的 美术360 的重点新闻 是不是有点多咧? 那里面有没有 你哪一个有兴趣的车款呢? 你有什么感想还是看法 想要分享的吗? 欢迎大家踊跃在下方留言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影片再见 不要忘记 喜欢这一期的影片 记得为我们按赞 还有分享我们的这个视频 以及大大力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拜!